來到電影院買票入場 順便帶杯 請兩飲料小消暑 不過仔細看飲料杯的包裝 不太一樣 新北市環保局與新莊活冰影城合作 特別推出這款循環杯 取代免洗飲料杯 讓民眾減少垃圾量 還能夠為環保盡一份心 因為我們在推動鼓勵民眾 攜帶環保杯 那難免有時候民眾可能會忘記攜帶 或是要稍微覺得麻煩 如果能夠導入循環杯的 這樣的一個容器 那可以重複清洗 重複使用 那一方面我們也可以保證一些 這些容器的一些乾淨 然後也可以珍惜地球資源 環保局的坦言 這項活動不只使用於 忘記攜帶環保杯的民眾 沒有習慣的人 也能無意間落實環保 事實上新北市 從一百零八年推動循環杯至今 使用杯數將近十九萬杯 歸還率高達九成 相當於省下了五十五座101大樓 回收方面相當便利 營廳外放置了 專屬於循環杯的防止處 只要將飲料喝完 隨手一丟就完成循環杯的回收流程 不過杯子的清潔引發疑慮 不少民眾擔心的是衛生問題 環保杯的部分來講 我們會按照衛生福利部的餐具清洗的 標準作業指引 那我們會經過浸泡洗滴消毒 以及乾燥程序 層層把關 所以食品的安全衛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僅從回收到清潔殺菌 甚至是全杯封刀乾燥 每個步驟不馬虎 希望不素理念能夠加以推廣 落實環保生活 八大新聞是一回來成為新北採訪報導